大家好 賈愛斯地獄集 我認為算蠻簡單的 那打算使用這一次的大獎 來去做示範通關以及一些實戰的講解 這個關卡比較要注意就是 第二關、第五關有一個移動步數的限制 可能對新手來講會比較難 然後再來就是王關 王一攻前盾7萬5的攻擊配上90%的中毒 絕對也算是難纏的敵人了 但是這個敵人的解法也有很多 第一種針對他攻擊力弱化 第二種針對中毒來去防禦 那第三種直接就是他攻前盾 你一回合幹掉他 都可以 然後來到王二比較要注意 全隊兩回合的疲憊不能攻擊 但是他有49萬的攻擊力以及無法控制 等於說你要直接吃他這個傷害 有一些隊伍可能要多加的留意 而且你用兩回合內無法攻擊 那當然這個敵人在現在的解法也非常的多 第一個針對疲憊你可以拿去解除 第二個你或者是控場敵人 兩回合過後可以正常的輸出 又或者是你靠那種大量的減傷防禦檔死 把他的傷害吃掉 然後唯一要注意就是走路痛了 然後他是每一步一萬 然後我今天要示範的隊伍剛好是這次的大獎 以及最近剛上修的小美 然後第三個隊員純粹破攻前盾的 你可以帶任何一隻可以破攻前盾的卡片都可以 而第四個隊員我選擇帶一個牌珠 實際上我閱讀整場都沒有開到 但是有一個牌珠我覺得對於手轉限制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第五個隊員再準備準備一隻爆發 阿毒龍我認為也算是現在蠻平民的卡片了 然後就拿來做一個示範隊員 這邊直接進入關卡推薦雙隊長尤莉亞 因為王光加護符石你打擊一消也不能用 然後一進場雙隊長減CD你小美就可以開 然後記得手消全火全水全木 只是第一回合你沒有角色符石的話傷害不夠 但是我有拉角色符石 正常有小美應該都可以直接帶走 而且你看我轉的算是很隨性了 然後再來第二關優先把木珠全消 而火珠你也不用消到也沒有關係 然後燃燒的部分 尤莉亞是有無視燃燒的 所以第二關也算是送分 優先手消全木因為隊伍技的關係 再來看一下你步數差幾步 你也不用轉的太完美 就是以步數達到25到30步 放開傷害絕對夠直接帶走 然後第三關手消全木 數字盾可能比較困難 所以這邊你不見得一定要手消全木 你只要數字盾轉隊 他越攻越強不會打你 實際上在這一關壓力沒那麼大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拉尤莉亞的角色符石 也有額外再必然延長2秒的轉租 只是延秒的羈絆必須刷這禮拜的雙周才有 然後轉完之後看到傷害真的差了一點點 因為他還有點燃盾 所以我這邊直接開了 優利亞的技能 技能也不用省 如果你頭尾都是優利亞的話 其實你手消全木 他的技能是可以一直發動的 因為轉到手消全木 你兩隻優利亞的技能都會CD再減1 實際上技能真的不用省 然後這邊其實沒有意外的話 慢慢轉也可以帶走 接著他第二條的血量 30連擊盾 這邊依靠小美以及優利亞的追打 實際上應該是很夠打到30下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結界的地形 可能會讓龍族符石無法出來 但是你還有角色符石可以使用 敵人COMBO要求會越來越高 但是前面其實不用手消全木 5COMBO 7COMBO也足以應付 啊到後面真的9COMBO 10COMBO以上 再記得手消全木難度也不高 然後可以看到說我這邊有故意留了一顆龍族符石 而且其實次數已經30下 兩回合就打完30下了 然後第三回合看是要消龍族符石 然後或者是你拉角色符石 其實有小美的那個傷害 應該也都是一回合可以直接把他帶走 然後這邊就直接帶走來到下一關 第四關這邊小美以及尤莉亞的技能 都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你只要不要手消到暗珠跟光珠 隨便轉應該一回合也可以直接帶走 完全不會有壓力 然後第五關壓力可能會大一點 因為尤莉亞的隊伍是沒有辦法無視黏符的 不過這個黏符沒有到永久黏符 你稍微繞大拳一點是可以避開的 如果手轉還行的玩家 把木珠手消全消 你看我其他的地方也都沒有轉 只是這邊最大的問題是你弄完之後 你還要確保你的步數會在25到30步之間 這可能會有點小難度 但這邊整體的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如果有問題看你是要開爆發還是開牌珠都可以 接著王冠直接開破弓前盾的 然後你就直接打穿他 他的血也不多 基本上你正常轉不要出意外 都可以直接把他帶走來到王的第二條血量 那王的第二條血量的弱化 我是直接靠九封王的龍客 剛好現在龍金屬封印可以直接抽這個九封王龍客 算是也蠻平民的 然後轉到7000分兩回合的控場 剛好可以度過這兩回合 啊至於一步一傷的話可以利用角色符石 然後等到弱化結束之後 我這邊小美剛有拉角色符石 所以他提早結束一回合的疲憊 然後你說最後這邊該怎麼辦一步一傷 其實你狀態可以擠掉 我也沒有開牌珠 我也沒有手銷全木 實際上你增傷開一開 那個傷害就直接可以帶走了 啊關鍵在於兩回合的弱化攻擊力100%而已 然後手銷全木就算了 反正就是隨便轉一下 有銷到木珠記得順便加護符石留幾顆下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把他帶走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看到新影片通知 馬上訂閱神魔之塔官方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也會讓你來關上 加入少量灰的照片 叫哪gar 李奇翰 照片